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 日本政府计划修改防卫费的计算方式 全面向北约标准看齐 并新建两艘大型水面舰艇 台积电两纳米芯片将于2025年量产 进度渴望领先对手三星及英特尔 9月13号 俄乌战事进入第202天 也是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发起反攻的第7天 乌军高层警告说 现在庆祝胜利为时尚早 俄方则强调 特别军事行动将会按计划进行 反攻持续 乌军庆祝胜利为时尚早 这是乌军人员上传到社交媒体的一段视频 拍摄地点位于哈尔科夫州 画面中乌军的步兵正配合装甲车同俄军作战 9月13号 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反攻 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周 这是乌军公布的该方向的最新战场形势图 红色标注的部分目前处于俄军控制之下 白色部分是战事开始以来一直由乌方控制的地区 蓝灰色部分则是近期刚刚被乌军夺回的区域 可以看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 与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交界的地区 绝大部分都已经重新被乌军控制 乌军总参谋部12号发布战报称 此前的24小时重新控制了超过20个居民点 从9月6号起 乌军突然在哈尔科夫岛19母一线发起反攻 并迅速包围了巴拉克列亚市 最新曝光的视频显示 有不少外国雇佣兵参与了针对巴拉克列亚的作战行动 他们趁着夜色乘船渡过北顿涅茨河 对驻守该市周边的俄军部队发起了突袭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 指挥哈尔科夫反攻的史乌克兰陆军司令 亚历山大希尔斯基 他也是今年2-3月间负责乌军基辅方向作战的指挥官 英媒称希尔斯基似乎发现了俄军 在巴拉克列亚周边的防线较为薄弱 因此决定将该市作为突破口 8号乌军控制巴拉克列亚 9号完全控制了其东北方向的村庄 沃洛西夫亚 该村地处连接哈尔科夫市和19母市的交通要道 M03高速公路 随后乌军同时向东和南两个方向推进 10号乌军部队开始进入此次反攻 最重要的两个目标 酷皮杨斯克和19母 酷皮杨斯克有多条铁路线直通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 是战事开始半年多以来 俄军从俄本土向乌东北部 乃至整个顿巴斯地区 运送补给的重要枢纽 19母则是顿巴斯地区西部方向上的门户 俄军此前层将多支部队的指挥所设在该市 9号开始 俄军开始增援19母等地 甚至出动了全球现役最大的军用直升机米26 След Rocky HR系组部队al归 立刻殆设在台名下居 军部队强 飓务党困 现在放后 最健康处理人物部队强 队缓武器 以绿佛部队的部队强 集合支部队的部队强 尔哥 Dopier 在乌 милли尔 剧中的重要军 现在是在靠岛 在地面上 俄军则加速调集了 大量坦克火炮和火箭炮 同时俄军还动用了 姆斯塔S自行火炮和TOS-1 喷火坦克等重型武器 加大对19母一线 乌军作战力量的打击力度 10号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为了实现 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 决定重新集结 驻扎在巴拉克利亚 和19母地区的俄军部队 强化对涅茨克方向的部署 哈尔科夫州俄方任命的官员 12号表示 乌军投入该方向反攻的兵力 大约是俄军的八倍 他认为 俄军指挥部是为了保存有声力量 才决定撤退重新集结 同一天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 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并将一直持续到 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 有俄罗斯情报部门前官员预测 北顿涅茨克河的支流 奥斯科尔河可能成为双方新的前线 从最新的战场形势图来看 俄军已经基本退回到 奥斯科尔河以东地区 奥斯科尔河流经 酷皮杨斯克市区以后 在19母附近汇入 北顿涅茨河 乌克兰专家则认为 乌军此轮反攻过后 俄军从北控制整个 顿巴斯地区的线路被切断 如果要想实现 控制顿巴斯全部地区的目标 要么从谢威尔斯科 索列达尔 巴赫木特一线向西推进 要么从顿涅茨克市向西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12号也表示 根据美方的研判 谢威尔斯科 索列达尔 巴赫木特一线 仍然是俄军试图 取得突破的重点方向 在谢威尔斯科方向 双方除了出动坦克和步兵战车等重装备 还一度爆发了近距离的激烈交火 据俄媒报道 在俄空天军出动苏-25攻击机和直升机 进行支援以后 乌军在谢威尔斯科方向的攻势 被暂时击退 事实上 乌军的反攻绝非一帆风顺 这是11号 乌军发起作战行动 试图夺回顿涅茨克市郊区西北方向 城镇佩斯基的现场视频 乌军一支小分队出动两辆T-72坦克和三辆 BMP-2步兵战车支援步兵出击 但在俄军和顿涅茨克武装密集的火炮打击下 不得不撤退 据法国电视台报道 尽管在东部的反攻取得了进展 但乌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大量身受重伤的官兵 被送到这座位于克拉玛托尔斯克的战地医院 这名士兵受了重伤 他的脊椎被直接击中 医护人员透露 这几天送医的伤员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我感觉晚上再也无法入睡了 每晚我都在做噩梦 梦见自己在枪龙弹雨中穿梭 我们虽然取得突破 但历尽艰辛 美国《纽约时报》写道 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反攻 反攻重塑了五东部战场形式 可以确保2023年春天来临之前 战局朝着本方有力的方向发展 路透社认为 乌军的突破有可能成为 整个战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12号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坦言 乌军反攻的进展远远超出预期 但他同时警告 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乌军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 如何守住这片刚刚夺回的区域 美媒记者11号获准进入 刚刚被乌军夺回的 库皮扬斯克 在采访车上经历了连续两次炮击 乌克兰防长还表示 乌军官兵已经开始出现疲劳现象 俄军的增援部队可能会对乌军 补给线发起打击 此外如果乌军推进的速度过快 还有可能被俄军包围 首先过去一周 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大反攻 可以说是俄乌战事开战以来 乌克兰取得了第一次的主动的胜利 从这种意义上讲 乌军具备了一定程度上 给挑战俄罗斯战略主动权的能力 但这个胜利对整个战争而言 我认为它的影响是有限的 这次战斗可能会缓解 哈尔科夫的地区的军事压力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俄军在军力 装备以及人员战争资源方面 都比乌克兰有着明显的优势 所以我们认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它给乌克兰人和西方 一定的政治上的信心 也给俄罗斯一个反思自我战术 和战法的机会 我们认为俄罗斯会更加集中火力 突出重点 所以俄乌局势未来向何处去 我觉得不能过早下结论 而恰恰说明 俄乌争夺更加激烈 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再上升 与此同时 乌克兰南部的激战仍在继续 俄方强调 乌军的南部反攻远未取得预期效果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 乌军在赫尔松方向损失超过3500人 有分析指出 俄军此前将部分原本部署在乌东部的精锐部队 转移到南部 因此乌军在赫尔松等地遭遇了 比在东部反攻时更为猛烈的抵抗 乌防长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 乌军总参谋部最初制定的作战计划 就是在赫尔松和哈尔科夫 两个方向同时发起反攻 他否认南部攻势之事 阳攻的说法 西方军援起效 乌克兰加速融入北约军事体系 这是近日在俄乌两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组视频 画面中乌克兰空军苏尔七和米格29战机正在高速公路上起降 有俄罗斯媒体指出 早在战事开始前 乌克兰空军就进行过类似的演练 而在此次哈尔科夫方向的反攻中 乌军固定翼战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乌国防情报局官员对经济学人杂志透露 有两个类型的武器与反攻取得的进展密切相关 一个是美国提供的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乌空军战机挂载该型导弹 可对俄军防空雷达进行有效压制 另一个则是地对空系统 乌方消息人士特别点名 德国提供的猎豹式防空坦克起到了关键作用 据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 乌克兰近期向美国及其盟友提交了一份 武器采购清单 包括坦克 火炮 无人机 反舰导弹 以及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等 共29个型号 乌方表示 这些武器弹药将是2023年继续反攻所必需的 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将于9月21号 在德州举行一场论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届时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同美国军工企业代表进行交流 路途社指出 这将是泽连斯基首次直接接触美国军口商 多名美方官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网透露 五角大楼正在研究如何对乌军进行中长期的支持 相关工作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牵头 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经新设了一个工作组 专门负责简化对乌克兰军售的流程 同时乌克兰的军工业也正在加速融入北约体系 乌克兰媒体10号曝光了土耳其无人机制造商 棋手科技公司在乌新建工厂的效果图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透露 棋手公司在乌克兰的工厂涵盖研发与生产环节 占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将会有超过300名乌克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厂区内工作 俄方一直指责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做法 是在火上浇油 将使俄乌冲突持续下去 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11号表示 战事给乌克兰带来的损失已达到3400亿美元 乌克兰此前敦促国际社会提供17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援助 帮助其完善基础设施 确保民众能够安然过冬 乌总统资林斯基更是直言 这个冬天将决定乌克兰的未来 在12号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经济正逐步趋于稳定并进入增长轨道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 短期内俄罗斯的经济与财政状况完全能够支持特别军事行动 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向前线部署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 10号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宣布 车臣新组建了规模超过3000人的部队 随时准备开赴乌克兰战场 此外在西方号称史上最严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下 俄罗斯军工业能否持续稳定地提供武器装备 也是决定战事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9号俄最大的地面装备生产企业乌拉尔机车设备厂宣布 向俄国防部交付了新一批T90M主战坦克 10号俄国家技术集团宣布 向俄空天军交付了新一批苏35S四代半战机 为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 日本政府将于9月底设立专家会议 相关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当中 有日本高官表示 为了增加防卫费 不排除发行国债的可能性 日本独卖新闻近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岸田政府计划修改防卫费的计算方式 全面向北约标准看齐 目前在衡量各成员国向国防领域投入资源的程度时 北约主要采用的是国防相关支出 与经济总量的占比这一指标 日媒称与日本的防卫费相比 所谓国防相关支出包含的内容更广 以美国为例 除正常的军费外 还包括海岸警卫队等组织的经费 参与违和行动的费用 以及援助盟国的经费等 对照这一标准 日本今后将把海上保安厅预算 驻日美军相关费用等 也计算到国防相关支出内 事实上按照这一标准 2022财年日本国防相关支出 与经济总量的占比 已经达到1.08% 岸田政府计划在五年内 将这一数字提高至2%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 穆元成二11号 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表示 不排除发行国债 以支持防卫预算的扩张 8月31号公布的文件显示 2023财年日本政府将在总额为 5.6万亿日元的普通防卫预算外 增设专门款项提升日本防卫力 重点在七大领域进行能力建设 包括防区外打击能力 一体化防空反导能力 无人装备战力 多余作战能力 指挥控制与情报体系能力 机动部署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多加日媒披露 2023财年的防卫预算中 还包括了新舰两艘大型水面舰艇的计划 新型舰艇长210米 宽40米 标准排水量2万吨 与目前自卫队最大的舰艇出云级相当 舰上搭载宙斯盾系统 配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 分别用于拦截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此外 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将正在研发中的 远程巡航导弹部署到该型舰艇上 据时事社报道 由于船体庞大 且搭载武器较多 有自卫队相关人士称 新型舰艇是令和版的大核号 大核号是二战期间 日本海军建造的 大核级战列舰1号舰 大核级满载排水量超过7万吨 是二战结束前日本海军所建造的 最大一级战列舰 大核号1941年12月服役 1945年4月在冲绳战役中被美军击沉 台积电2纳米芯片预期2025年量产 与此同时随着台积电三星等半导体企业 在美建厂进度调加快 各方围绕芯片代工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 2纳米我们会在2025年就开始量产 那时候保证跟各位保证 我们基本上是天气还是最小的 performance最好的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目前台积电3纳米芯片即将投入量产 新推出的采用纳米片晶体管构架的 2纳米制成技术 在相同功耗下较3纳米速度快10%至15% 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至30% 台积电8月合并营收首超2000亿元新台币大关 调研机构评估台积电今年第三季度营收 有望赶超三星首度登上半导体龙头宝座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 已经完成主体建设 按计划将于2024年投入使用生产5纳米芯片 2021年 台积电应美方要求上交机密数据 并宣布赴美建新厂 据相关人士透露台积电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靠近英特尔 为其高阶产品代工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台积电上交机密数据之后 英特尔就宣布英特尔4工艺及7纳米工艺将提前在今年底前量产 缩短了在先进工艺市场领域与台积电的差距 此外 英特尔还宣布延迟GPU量产计划 该计划原本打算交给台积电以3纳米工艺量产的 岛内舆论普遍担忧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 美国更多企业将缩减交给台积电的订单 转而将芯片订单交给本国芯片代工厂 事实上 今年以来 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动作频频 不仅出台芯片法案 还强拉芯片联盟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美国种种举措的背后 不仅是要防堵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崛起 更深层的目的是为其本土芯片巨头英特尔争取时间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英特尔的芯片技术 远远落后于全球前两大晶圆代工厂 台积电和三星 美国意图防止晶圆代工产业过热 直到英特尔准备好加入竞争 分析认为 得到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英特尔 势必会对先进制程领域技术发起冲锋 届时 无论是台积电或是三星 在芯片代工领域 都将迎来一位新的竞争对手 而作为外来户的台积电 想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并非易事 据报道 美国曾承诺对赴美设厂的三星和台积电 高额补贴 然而 从美国8月签署的芯片法案中规定 补贴将优先给美国本土芯片企业这一条来看 对于台积电三星的补贴恐将相当有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芯片法案中设置有中国护栏条款 即十年内禁止获得美国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增产先进制程芯片 阻碍中国芯片发展的企图昭然若揭 而这也成为台积电获得补贴的重要障碍 事实上美国的厂商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中国大陆是这个很大的芯片的消费市场 那你如果切断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供给的话 那事实上的话 那也等于切断了美国很多厂商在大陆这个市场面上面的市场的机会 立即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美国现在是掌握技术上游技术 可是在实际制造方面的话 美国并不是一个主流 韩国的这个海力士跟这个三星在大陆的投资是超过1000亿美元 你美国的你一个主要的一个补贴的方案 整体加来也不过520亿美元 所以你不够你没有提供足够的诱因或者替代的这个代价的话 韩国怎么可能配合 因为这个等于叫韩国的厂商自杀 之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多次表示 不看好在美国做半导体制造 称缺少芯片制造人才 且单位成本较岛内高出50% 最终将是白忙一场 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称 美国芯片法案是假糖果真毒药 近日韩国政府和酒协决定从2023年起将会在包括米酒和红酒等多种类型的酒类产品 外包装上标注热量 还没说新规并不是一次性的落地 而是从年销售额超过120亿韩元 约合6000万元人民币的公司开始分阶段推广 在韩国一瓶烧酒的热量超过400千卡 相当于一碗半米饭 啤酒的热量也超过一碗米饭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